我是 Jack 歡迎回來這個頻道 今集是 Jack Talk 來的 平時 Jack Talk 通常是在我的車或自己的房間拍攝 但如果有追蹤我的觀眾朋友 就偶爾會帶大家來這裡 這裡是 ACIC 的辦公室 而我身邊的是 Albie 他是我們的中學同學 不如你先介紹一下自己和 ACIC 大家好 我是 Albie 我來了澳洲其實也有差不多十年時間 我現在是一個澳洲持牌的教育顧問 ACIC 是澳洲管地的一間升學及移民的中介公司 我們在澳洲其實到現在已經有36年歷史 是澳洲八大以及超過五百家院校的一級官方代理 同時我們也有多位in-house的澳洲持牌移民顧問 有人專門負責大家的簽證 又或者是一些移民上的需求 對了 很快介紹了Albie和 ACIC 我們要談談這條影片是做甚麼的 下個星期三就是 DSC 放榜 所以我們今天上來就是想和各位 DSC 考生 分享一些來澳洲升學有用的資訊 顯微我們也會再談談 450 簽證和 Hong Kong Stream 最近有些改動 我知道大家都很關心這些東西 有興趣的話記得看到沒有 好 我們進正題了 第一件事就是 OK 在香港 DSC 畢業的朋友 來澳洲升學有甚麼好處 好處其實當然是很多 我自己也是在 DSC 之後過來的 第一個好處就是 讀完書之後 香港的朋友可以拿到一個 五年的工作簽證 450 而這個簽證是有一個直接的移民 就是我們之前所說的 Hong Kong Stream 才能拿到一個PR 除此之外 現在澳洲各大院校的世界排名其實很高 Top 20 的學校裡面有三間是澳洲的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澳洲的學位比較多 相對來說競爭沒有那麼大 所以他同樣讀一課 DSC 的分數要求 澳洲的可能沒有 香港有那麼多 舉個最常見的例子 就是這個物理治療師 我們用回 University of Sydney 做例子 其實它是 Best 5 的 25 分就可以進入 如果 Best 5 出來的成績未必是那麼好 可能是 25 分以下的 有什麼選擇呢 如果都是說回物理治療的話 25 分以下 其實About 15 到 20 分之間的這個範圍 都有不同的 澳洲其他大學 又或者一些銜接科程 可以讓你去讀 最後可以讓你讀這個物理治療師 這裡就忘記跟大家說 如果你有興趣 其實可以到時聯絡一下 根據你的情況給你一些提示 除此之外 其實除了物理治療師 很多香港的朋友會問 例如 Jack 你讀的職治療師 Occupational Therapy 又拿回 University of Sydney 做例子 Best 5 的 20 分已經可以進入 獸醫的 Best 5 大約 22 分 心理學 其實 17 分都可以 雙科 23 分 現在說全部都是 University of Sydney 算是入學要求比較高的一間學校 再低一點 如果成績未如你想考出來 未夠 15 分的話 又想過來澳洲 有沒有什麼選擇呢 其實是有的 如果你 Best 5 剛才說 15 至 20 分未到 可能就考慮一些不是植入大學 Year 1 的一個選擇 例如是 Depoma 加大學 Year 2 的一個選擇 其實以 UNSW 的 Depoma 課程來說 Best 5 要求只需要 13 至 14 分而已 而你讀完一年的 Depoma 之後 後面其實你是直入 Year 2 的 而大家不要忘記 澳洲大部分的 Bachelor 課程是三年制的 譬如這個是雙科 三年就畢業了 等於你一年的 Depoma 加多兩年的大學 你就拿到 Bachelor 的畢業證書 不過剛才說的物理治療就是 那些是四年制的 那些是四年制的 Professional 程度很高 什麼修醫等等 那些多數都是超過三年 即四年 甚至五年 但是文理科那些多數都是三年 講開又講 如果分數真的還未如理想 其實是還有一件叫 Foundation 其實它就等同於大學 Year 1 前面的一個下接課程 一般來說就是大概十個月左右的一個長度 Best 4 百分 即四條二 就可以申請入讀 讀完之後 你用這個預科的 GPA 去申請入大學想要讀的一個學科 講了很多關於在澳洲升學 剛才講了有什麼好處 或者一些修身的要求 可能大家都很關心的一件事就是 OK 下個星期放榜了 那有些什麼大家是要準備的呢 其實我會建議大家馬上立刻開始準備了 澳洲的 Bachelor 他的開學其實是明年二月份 就是大學 Year 1 開學 當然其實他七月份都有開學的 但是大部份的學生是在二月份入學的 如果你想準備二月份入學的話 那現在申請已經開啟了 一般到年尾或一月份有個申請就會關閉 如果你有些特殊的課程 譬如問你治療 那應用程式關閉的時間會更早一點 大概在九月份 十月份 所以其實現在就已經開始準備文件去交申請了 有什麼文件你需要準備呢 當然最重要的 你的DSE 成績 對了 你下個禮拜會得到 祝大家好 除此之外 其實最重要的是你需要有 Passport 還有一件事剛才沒有提到的 就是這個英文 其實來澳洲升學 你是需要一個英文成績 這個其實可以是DSE 的英文科的分數 如果你的DSE 的英文是考到四或以上的話 視乎你讀哪個課程 因為不同課程的英文要求是不一樣的 譬如物理治療師 職治療師這些 它的英文要求高一點 未必可以用這個DSE 英文成績來代替 你可能需要考考 IELTS 它們的 IELTS 要求就是七分以上 那如果譬如是雙科 或者是剛剛講的Depola 其實你 IELTS 的成績大概是六點零 就已經可以入讀了 這個我是會建議大家現在可以去考 剛才講的 IELTS 的話 如果達不到標 那怎麼辦呢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其實澳洲的大學 其實它是有自己開一個英文班給學生的 而這個是需要在你入讀你的大學課程之前去讀的 我舉個例子 譬如你想去讀那個科要求是7.0的 IELTS 那你考出來只有6.5分 那怎麼辦呢 其實你可以去讀一個大概為期十個星期的大學的英文班 讀完這十個星期的英文班之後 只要你通過了 那你就可以直入你心儀的大學課程開始讀了 那如果你真的不只欠0.5分的 欠一分的 那可能大概二十個星期 就是如此類推 詳細可以看你考出來的分數再去決定 但是這個要記住 是要在你的課程開始之前才讀了 然後過程後才可以開始讀你的大學課程 所以這個真的要提前準備了 OK 那剛剛Alby 就分享了很多 你如果來澳洲升學 有什麼要準備 就是 DSE 的考生 我記得我們上面也有拍過一條影片 就是講一下 如果真的出發來澳洲之前有什麼要準備 大家有興趣的話不如按這裡 我們現在就講完 BSE 了 聽說最近四百五簽證是有些改動 會否影響香港的朋友呢 其實它的變動是很大的 主要在年齡上 英文上的要求變動很大 但這個是針對非香港或者BNO護照的朋友 所以其實對於香港的鏡頭面前大部分的大家 是鏡頭後面 是 鏡頭後面 是 鏡頭後面 應該影響就很小 其實它主要是 除了剛剛說 年齡 英文要求上有變動 但香港學生的要求是沒有變的 但這裡跟大家 一次輸 只要你年齡是50歲以下 IELTS 考到6.0 然後你在這裡讀了一個課程 Degree 課程或是滿足中長期職業清單的一些 Certificate 或是 Debora 課程 長度是有92個星期以上 而你拿著簽證在這裡讀書的時間是有16個月以上 畢業之後 滿足剛剛說的英文條件 你就可以申請這個4005簽證 而你一申請下來 就有一個五年的長度 那這五年入面 你只要在 Sydney Melbourne Brisburg 這些主要地區的話 住夠4年 4年之後 就可以申請HKStream的PR 如果是偏遠地區的話 只要住夠3年 都可以申請HKStream的PR 除了我剛才說的4505有改動之外 還有其他的移民政策有些改動 我們不要說那麼多 只是說最影響到大家的那樣 最重要的是 可能以前有很多香港朋友 大家因為可以申請澳洲ETA 免簽的旅遊簽證入境澳洲 大家以前可能很流行 在澳洲境內直接申請學生簽證 因為這樣一次過 又可以過來看看環境如何 但是現在由今年的7月1日之後 其實已經不可以這樣做了 一定要在境外申請學生簽證 這個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好了 今天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都說到口乾 其實今天主要是她說而已 大家需要找Albi的話 就按下面找Albi的聯絡資訊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覺得有用的話 記得LIKE 訂閱這個頻道 也可以把這條影片分享給有需要的朋友 我們很快再見 拜拜 比 Alyos 在那個随段 �暫時 你的退轉 ars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